不畏新冠疫情 2022年洛杉矶艺术博览会 不只吸引到全球90家参展商 共襄盛举 且参展主力不只有欧洲画廊 还有美国和拉丁美洲 各大美术馆的艺术作品相当吸睛 我们洛杉矶艺术博览会 学术性是在国内 全国的博览会里头是很有名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跟很多的 local的美术馆 或者是拉丁拉美的一些美术馆 有很多的一个互动 所以我们今年的美术馆 这一块的学术的展览 是关于全球的生态环境的一个变化 除此之外 还有来自立方艺术学院的华裔学生 利用罐头创作出普普艺术作品 反映美国当下的社会议题 比如说关于antiracist种族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的小孩 在这边出生的小孩 直接跟当地的主流媒体 就是主流的文化 就是参与他们的文化 第二的话进行一场对话 让他们重新认识 其实这边出生的小孩子 不仅是会读书 而且他们很关注 现在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会展上华裔学生们 还现场意卖这些色彩鲜艳 造型可爱的罐头艺术作品 并要将所得全数捐赠给 盛尤达儿童研究医院 来救助病童 发挥以艺术助人的爱心 主办单位表示 洛杉矶艺术博览会 从即日起到1月23日 民众只要出示疫苗卡 或是48小时内的新冠检测 隐形证明就能入场 观众查询更多详情 请上洛杉矶艺术博览会官网 东西文李宗瑶 因红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绝多语